每一集都要找來球圈的朋友 想跟我聊天 說明天在球圈中 他們會約的情況 和退休的生活點滴 第一集邀請了教球和踢球 一用這麼出色的盧德權 是想來做我們的嘉賓 當然漁演的清訓做得相當好 流浪亦產生了很多青年球員的球會 既然我們講起清訓 不如你講講香港的清訓做得的力度 其實是夠不夠? 方向是否正確? 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補充一點 當年國際足協 夏蘭維治會長是巴西人 他們很重視亞洲青年球員的訓練 曾經不斷的時間 派幾個德國足球教練來香港 是一個亞洲巡迴的 包括希特高 他教什麼 我當時教育院青年軍預備做好球員 他教什麼 我跟著回去球會 就教那群弟 立刻用 所以他進步得很快 新鮮熱鬧 新鮮熱鬧 又很有興趣的球員 對 和以往那些教練的訓練方法不同 當然是國際級大師級的教練 他們的訓練方式令到每個人都有興趣 然後馬洛斯基又來了 又一個薩紗又來了 這都是國際足協 夏蘭維治會長 派他們來訓練香港其中之一的訓練 教我們怎樣去做 在前線退下來 拳國我相信在家裡有空會看球 因為現在直播賽時很多 無論本地足球也好 英銷或歐洲的各大聯賽也好 如何看待香港的足球 未來的方向應該怎樣走 我覺得足球很重要 因為十一個人比賽 十一個人一定產生戰術問題 因為足球集體智慧 沒有戰術 沒有一套完整的訓練方法 是很難提高水平 現在我發覺訓練方法是不太多的 所以我在四年前 我也寫了一本書 那個叫做訓練和戰術 那個叫做Trending and tactics 已經在四年前寫了 為什麼我要寫呢 因為我跟著這麼多名教練 這麼多職業球員 包括英國國家隊教練Bobby Loveson 都是教我們 八八年去上課的時候 都教我們 這個章也是英國國家隊的章 英國國家隊的教練章 在整個足球的生涯當中 無論做球員也好 做教練也好 有哪幾場比賽是特別難忘的 說難忘呢 就說大國年 真的很多 我逐個逐個說出來 真的很難 具體一兩場或者一兩年 你說國際賽 沒有所謂的 如果國際賽 1963年 比亞洲盃還早 比亞洲盃還早 我們香港隊是中區的比賽 在越南打的 第一場是對越南 越南當年的水平也很高 賽前一般越南的評論都說 香港隊一定被人制棋 真的很厲害 球場有很多網 圍著 差不多有五六七八樓那麼高 是鐵絲網 爆棚 日本球證 一開球沒多久 真的被他壓著打 因為他主場很厲害 他訓練也很厲害 一人壓著打 打了差不多五分鐘 哇 那些氣勢很厲害 越南 誰知道那些觀眾 好像爬場地爬上來 那些場 五六七八樓這樣爬上去 又下來 這樣進入球場看 日本球證就不行了 怕控制不到比賽的秩序 於是停了 就叫軍警進來 握了刺刀 全都堆回球場 裡面的觀眾 等他們又好像 那些球場爬出去 爬完之後 差不多停了半小時 因為越南波都很瘋狂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再開球的時候 香港隊先接受到那種氣氛 心情才定一定 結果我們贏了他們 四比一 打了球炮 整隊球的信心大很多 但那場球比我們 很大的經驗教訓 就是一定要接受 當地那些人 那些氣氛 那些觀眾的財代 接受這些 才能夠平復自己心情的比賽 結果一路打來 香港隊獲得冠軍 才能夠在決賽州去以色列 才能夠入到第二年的決賽州